台北市西门町商圈 游客络绎不绝 但就在人来人往的这个路口 旁边二楼店家的窗户 似乎长得不太一样 店员忙进忙出送餐 来吃烧肉的顾客 也依然在店内正常用餐 事情发生在25号下午4点多 台北西门町一间知名的烧肉店 当时窗户玻璃突然破碎 破裂的范围大概有两到三桌的宽度 也有路过民众发现 一楼走到围起了黄色封锁线 疑似是为了避免剥离割伤民众 至于烧肉店业者也有到派出所报案 询问烧肉店的工作人员 他们并没有多回应 只知道是在周六下午破掉的 有民众怀疑是否有纠纷 遭人砸窗 但警方表示目前的调查 没有明显证据 也没有人募集 是人为造成 而业者虽然有到派出所提出 毁损告诉 但烧肉店的总公司只有回复说 内部还在确认当中 到底这窗是怎么破的 业者跟警方还要进一步抽丝剥茧 希望能够找出真相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